各位同學好 今天這個影片是來介紹這個T平移的Laplace轉換 OK 那這個T平移Laplace轉換 如果不知道T平移是什麼東西 就去看一下前面的一段影片 OK 那F of T-A乘上U of T-A 就是這個函數F of T往右平移A步 OK 那就是T平移 所謂的T平移 OK 那這個T平移的Laplace轉換得到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OK 這T平移的Laplace轉換 首先我們因為我們推導這個Laplace轉換公司的時候 其實都是從第一開始 OK 所以把F of T-A乘上U of T-A 然後乘上Explorer-ST 然後領到無窮大作積分 就是這樣這麼簡單 OK 那這F of T-A乘上U of T-A 再乘上Explorer-ST T積分之後 其實就是這個積分呢 就是要分段的 OK 旁邊一個註解一下 因為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分段呢 你看 因為這個原因是U of T-A這個函數 T-A T-A的時候 它是0 那T大於等於A的時候 是1 OK 所以原來這個T平移的函數的積分 就會變成就切斷 就是0到A是一段 T大於等於A的時候是一段 0到A是一段 那0到A的話 那單位接聽函數是0 所以直接0乘上F of T-A還是0 那我寫詳細一點好了 乘上0 然後Explorer-ST-T 然後再加上另外一段 是從A到無窮大 OK 那A到無窮大這個區間呢 單位接聽函數是1 所以這個保留住 F of T-A乘上E乘上Explorer-ST-T 就是1分 那就很明顯的這一段 就這一項呢 就是0 去掉 前面這一項是0 剩下後面這一項 那剩下這一項呢 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來做一個 變數變換 我們另T-A呢 叫做大T OK 那因為你做了變數變換之後呢 你就 你的底小T會等於底大T 因為A現在是一個常數 OK 那你做了變數變換之後呢 積分的上下線呢 其實會改變了 那你原來的積分上下線呢 是T等於A 然後T等於無窮大 然後積分上下 你看你現在不做了變數變換 你換成大T的時候 那T等於小T等於A的時候 大T會等於多少呢 等於0 OK 那當小T等於無窮大的時候呢 大T會等於無窮大-一個常數 那無窮大-一個常數 那無窮大-一個常數呢 還是無窮大 所以大T呢 還是無窮大 所以說這個做完那個變數變換之後呢 這個積分的上下線呢 改變了 那你這 函數裡面也跟著改變了 -S 抱歉 -S T加A 然後D大T OK 然後呢 最後呢 這個 你這個積分最後是對大T做積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跟大T無關的項提出來 -AS這項真的就是跟大T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呢 最後這個積分留下來呢 會長這樣子 哎呀抱歉 是D大T D大T OK 好 那這個剩下 這個剩下就是這個問題 這一項什麼呢 這項呢 是大T 再仔細看一下這個公式 紅色 現在紅色 黃色化線的這一個 它就是一個F F of大T的Laplace轉換 Laplace轉換 那F of大T的Laplace轉換 這一項等於多少呢 其實最後這一項會等於 他這樣會等於 這樣其實跟小T的Laplace轉換是一樣的 注意一個是大T一個是小T 大T小T 大T小T 這個大T的Laplace轉換跟那個小T的Laplace轉換是一樣的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們明明做了一個變數變換 大T的Laplace轉換怎麼會 等於小T的Laplace轉換呢 為了講證明這件事情呢 我們用一個例子 這個如果用 純數學去證明的話有點太複雜了 我們直接用一個很現成的函數的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如說一個指數函數呢 往右邊平移兩步的Laplace轉換等於多少呢 OK我們完全從定義開始 就是一樣我們傻傻的從定義開始做 OK這是Laplace轉換的定義嗎 那我跟你說 就跟剛剛推導公司的時候一樣 我們講這個 這個T平移的這個單位接力函數是u 所以在0到2之間呢 這個積分是0 那這個積分只會留下2到無窮大的一個部分 X-st 然後現在呢一樣我們就做變數變換 令T-2等於大T OK那這件事情就告訴你 D小T等於D大T OK那做了變數變換之後積分上下線呢也改變了 積分的下線本來是2 T等於2 這個我插掉一下 T等於本來積分下線是T等於2 就跟你說大T呢等於0 那積分的上線無窮大 就跟你說那大T呢會變成無窮大的 跟剛剛做理論推導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最後這個積分呢會等於多少 所以最後這個積分呢 2到無窮大 Explonential T-2 再寫一次好了 比較清楚一點 這個積分做完變換 做完變數變換之後呢會變成0到無窮大 Explonential大T乘上Explonential-的 S然後T加2 T大T等於 小T等於大T加對 D大T 好跟於單大T無關的部分來提出來 OK OK好那最後看一下最後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呢 跟你0到無窮大呢 小T這個小T然後Explonential-ST 底T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你再仔細看一下 這個這一項最後這一項 大T對乘上Explonential-ST 對大T做的積分跟那個 小T跟乘上Explonential-ST 小T然後對小T0到無窮大做積分 這兩個設置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比較一下是不是一樣呢 是不是一樣呢 所以啊最後這個我們這個 最後這個答案是多少 Explonential-T次方的Apple-Transform 是不是這樣子呢 是不是有看出來呢 OK所以這個最後呢 我們對這個TP的LABRA轉換呢 做一個 小小的總結好了 用紅色的B代表 這個 LABRA-Transform F-T-A乘上 U-T-A的LABRA-Transform 會等於Explonential-AS乘上 F-T的LABRA-Transform 這邊要注意一下這個等號兩邊呢 這個F-T的函數是不一樣的哦 左邊的函數是F-T-A乘上U-T-A 右邊這邊是 F-T F-T哦 所以這一個函數 往右邊平移A部 LABRA-Transform 等於Explonential-AS乘上 原來這個函數 F-T的LABRA-Transform 注意是F-T的LABRA-Transform 是F-T的LABRA-Transform 不是F-T-A的LABRA-Transform 注意一下 很多人最後這個都忘記了 緊張起來就什麼都忘了 考試很緊張 緊張起來什麼都忘了 最後呢 跟各位註解一下 然後這邊呢 這一段影片就是介紹這個 T-PIN的LABRA-Transform OK這個稍微腦袋動一下 LABRA-Transform有兩個平移 不要搞混了 特別注意兩個平移不要搞混了 OK 影片就到此 這個影片到此這邊結束